各位來棒球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透過我來電視網收看 中華職棒35年例行賽的開幕戰 這也是在大巨蛋史上第一場中職例行賽的轉播 也是第一場比賽 由樂天桃園對上的是衛權龍隊 剛才鏡頭有照到蘇建文裁判 這是他執法生涯的第三千三百八十一場 也會是最後一場 蘇建文老師他從1992年職棒三年開始 來擔任到中華職棒的裁判 他在1992年3月19號收場比賽 那今天是2024年3月30號 他擔任今天比賽的三壘審 會是他終職執法生涯的最後一場 這時候非常備受期待的一位新人 游擊大物 對 兩號兩塊 這個訴求主審拉掉了領力 兩人出局 同樣的高度再來一顆 這一顆有修正回來一點點 我也蠻印象深刻的是總冠軍賽第二輪的配球 這球拉回來在一壘側 車庫邊的安打出現了 球一路滾到了右外野的標竿附近 梁家榮不愧是去年的打擊王 這個時候上到了二壘 這是一支二壘安打 二壘上是擊出二壘安打的梁家榮 就會敲到中間方向 牆壁穿得出去形成形沾打 楊家榮在三壘被摳回來 中外野手的回傳球完全來得及 Allo 郭天信 謙歌 雷射接的外野註殺 為大巨蛋 終職力競賽收場比賽的一局上半 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 三人出局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看到一局下半 熱片桃園的攻勢 好爽喔 雷尼蒂 是熱天桃園去年到今年唯一留下的羊匠 單中 是不是以整個春春的表現來說 張宏銘 確實是有帶上的理由 第一打擊中外野的飛球 遭到了接殺一人出處 兩人出局一壞球 這一球拉到左半邊一個彈跳 林承飛拿球之後再往一壘船來得及 兩人出局 外角球出防打成了左半邊 蠻扎實的一個飛球 左野球往後退 往後退 往後退 最後再緊接去落地形成了一張打 李凱薇敲出了衛拳龍 在大巨蛋 地形賽史上的第一張打 也是二兩打 是 兩邊的第三棒 剛好趕得上凱木戰 由基鴻抓第一球 被擠壓到的小飛球 二壘手林立完成了接殺 這個半局前人三人出局 衛拳龍隊留下得點圈有人殘壘 沒有得分 變化球進到好球 帶林承飛 站著不動 遭到了三陣 徐若曦今天的第二K 第二輪加入曲球配球之後 讓又更 讓若曦又更難去掌握了 球單抓第一球拉回來 一壘一手郭宇文撲下來 拋給補葉的投手徐若曦 沒有問題 腳應該沒事 這個非常重要 龍民可能看了心 為之一驚 不過看起來是沒事的 三人出局 總共敲出了 一千一百九十三支安打 這球喬成左半邊的平背球 在左外野手前面 最後沒有接住 郭宇文繞過一壘之後 往二壘走 郭宇文傳球回來 來不及 一個Hustle Double 郭延文 敲出了二壘安打 這也是 他來到龍隊之後的第一支安打 到郭天信 擺短點了 點在左側 投手下球處理 威能地窗 一壘完成的刺傷 這是一個成功的犧牲觸擊 把二壘上的郭宇文推進到三圍 熱身賽出賽的場次也不斷 這球出棒打成了反方向的平背球 落地新車的安打 蔣紹鴻這次安打將帶回大巨蛋 中華之方例行賽史上的第一分打點 馬上讓左外野的這球瑕疵 付出代價 蔣紹鴻也會被載入史冊 他打回了大巨蛋球場 在中止力行賽的第一分 揮棒落空 這個曲球 許若曦三陣掉了林耀皇 每一局許若曦都有三陣 已經投出了3K了 然後球兩壞球 外角球揮棒落空 許若曦三陣掉了 陳成威用他的差距變速 這半局許若曦又投出了一個三上 三下不帶2K 他已經投出了4-4-3陣 今天用球速限制在80球左右 球球拉回來打 有幾張 振宇攔截下來 長傳一淚太高了 飛了 可惜啦 不然鋪得是很精彩的 對 球沒有拿好 這是失誤上 起跑路 挖地刮 這是個壞球 看起來使用的是這個差距變速 外角球打成了滾地 在游擊手方向 張正宇正面 傳給李凱衛 李凱衛再往 一壘送 6-4-3的Double Play 也讓這個半局 桃園隊的進攻劃下 據點留下殘淚 沒有得分 目前 衛全龍隊仍然是1-0 暫時領先樂天桃園 成員就是陳雨勳 也是過去樂天桃園的成員 這個偏高的球 張正宇選掉 獲得了4塊球保送 這一球打到了游擊方向 結果要去Cover2的關係 將球穿得出去 張正宇讓過2壘之後 來到了3壘 游擊手凌晨飛要去Cover2壘 結果因為 整個身體的重心 已經往2壘移動 反而讓球穿了出去 丟著這種感覺 對 外角球 給李打成右半邊的飛球 被游擊手沒有接到 沒有接到 球單球露了出來 賽者上跑者回來得分 衛球龍隊現在2-0的領先 點 在左側也是點得不錯 威能力下空處理 傳往一壘完成的刺殺 這是一個成功的犧牲觸擊 一壘側的強勁品飛球 遭到街殺 哇 這一個爆頭出現了 三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衛球龍隊3-0領先 張宇敏跑回龍隊的第三分了 這球是 威能力這場比賽比較少見的 大失控的球 那現在衛球龍隊換投手了 換上的是新洋投瑞歐 一好三壞 哇 是一個四壞球 保送 這球打到右板面傳出去 形成了安打 林立本季的守著安打出現 陳成薇停在了二壘 沒有繼續往三壘推進 這球拉回來 又是打穿了一二壘間的防線 二壘上的陳成薇 繞過三壘之後要被扣回來 右外野手選擇傳給卡拉斯曼 三壘上的跑者 應該說陳成薇回來得分了 梁家榮是時的安打 送回了原本在二壘上的陳成薇 現在樂天桃園打破鴨蛋 目前三比一兩分落後給魏玄龍 這球打到了游擊方向 游擊手拿球之後往二壘傳 李凱薇再往一壘射 6-4-3的Double Play 原本二壘上的跑者推進到三壘 現在比較考驗少紅的擋球囉 好 又來一個差不多的球 朱格再次揮棒落空 瑞歐三陣掉了朱育賢 這個半局樂天桃園是攻下一分 目前雙方比數三比一 魏玄龍隊仍然是兩分領先 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看到六局下班的比 隱形的失誤 哇 來了來了 變化球 滑球直接塞進好球 帶林辰飛站著不動遭到的三陣 等很久囉 兩號一換 又是這一球 滑球塞到了好球帶的內角 球單遭到了三陣 瑞歐連標3K 那現在在場上 樂天桃園的投手更換 換成的是陳冠宇來接替投球 對 他也成為第五局 龍隊第一個上的一層 這一球撈得很結實在右半邊 落地 形成了一支安打 張宗宇繞過夜壘之後 要往二壘走 過來一手的處理球 傳給卡洛曼 這是一支二壘安打 一 二 二 二 三 五 點 又是點在一個滿成功的位置 哇 今天 三個龍隊的犧牲觸擊 都是一球到位 我真的要給這群龍隊的選手排排手啊 保博很貼心的用分割的禁圍 這球就出去了 這球就出去了 瑞歐繼續投球來到第三個投球局 林志平敲得很結實在中間放下深遠的飛球 在警戒區落地形成的安打 林志平的代打進攻 現在他來到了二壘 這是個Lead of Double 開局的二壘安打 一號兩塊 繼續擺斷 點了 點在左邊 點得非常好 已經有拿球之後要快傳 來得及 這個防守處理一定要快 現在換上陳宇勳來接踢投球 陳宇勳在上個賽季 樂天桃園的成員 32.1局投球 防禦率3.9 兩號一壞 球出陳宇勳領先 高速球 仍然是三陣掉林立 翔長上來 K掉了習近平的隊友林立 這個半局 守名上來打者代打 敲出來 這球敲到了中右外頁方向 平飛安打出現了 這次安打要送回三點以上的林志平 樂天桃園追到了2比3 中指殺1分落後 沒有好球 3壞球 球出絕對落後的陳宇勳 連續4個壞球保送了廖建復 現在壘包上面又出現2名跑者了 抓緊了中指 例行賽的觀眾人數的紀錄 兩人出局一二壘有人 這一球撈起來高 在右半邊 兩個野手追過去 最後是陳品傑完成了結殺 三人出局 原隊留下兩個雷包殘累 這個半局他們雖然有攻下一分 但是還是沒有追上龍隊 目前龍隊3比2 1分領先 這個速球還是製造了灰空 林辰飛遭到三陣 打擊輪到邱丹 邱丹今天也是三打數掛鈴 吞2K 抓第一球 也沒有掌握好幾球點 速球被打成了左半邊的高飛 張宥明完成了結殺 兩人出局 50公斤喔 是 揮棒落空 而且不是一次喔 再來一個 這個揮空率非常誇張 然後一換 再來一個變化球 從外圍三陣雕的代打的林洪玉 這場比賽劃下句點 中場 衛拳龍隊 在台北大巨蛋 中華之胖歷行賽的首場比賽 以3比2擊敗了樂天桃園 寫下歷史的新頁 這場比賽在超過兩萬八千名球迷的見證之下 衛拳龍拿下了中華之胖三十五年 首場比賽的勝利 徐若曦 不僅是衛拳龍隊隊史最年輕的開幕戰先發投手 他也成為了最年輕的開幕戰勝投的投手 在衛拳龍的隊史上面